你看这是一个私处的一个小地图 你能说出来 阴道 阴地 尿道 菊花 这四个 就这四个点子 上下一个顺序 能吗 我们女生的私处很多女孩 她们根本就没有真心实意地拿着小镜子 好好的跟她做朋友去看看 比如说我们脸 就很在意 但是我们的私处呢 大家没有一些个想法 就好奇地去看看她到底长什么样子 而且呢 特别可悲的是 我们好不容易想去看一看 很多负面的词就会跑到脑海里面 就是我们小时候缺知识 然后呢 社会啊 或者父母啊 就告诉我们 女生啊 要剪脸啊 或者是这些很羞耻的事情 所以我们女生一谈两性 或者一谈自己的身体 就觉得四处是一个碰不得的 说不得的 然后不能去了解的 其实性学它的维度有非常多 性行为只是其中的一小块 很多是跟自我认同 亲密关系 跟伴侣之间的沟通 自我愉悦 就是好多维度亲自在一起的 这比喻特别好啊 就是 啪啪它是座山 啪啪山 然后每个人呢都是父母 爬了啪啪山的结晶 但是呢我们小时候父母就会觉得 哎呀这块有座山啊 你们谁都不许去 然后这山就是脏的 不好的 然后你要去我给你打断腿的那种 但是呢随着我年龄的成长啊 你谈恋爱啊 你肯定有些爬山的向往吧 但有些人呢 自己翘不叽叽的就去爬那个山 个人成长很多时候的节点 它就是在亲密关系里面才能看到我的问题 就比如小时候你谈了好几个恋爱 你会发现老在一个地儿摔跟头 我就会发现为什么 然后就开始自我探索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培养爱的能力 它是需要在关系里面去磨合 去养成 去生成 大部分人都是希望我很爱你 但是那种付出 其实跟真正的亲密关系的那种包容的爱 也不是那么一样 那亲密关系里面呢 又含阔就是情感方面的 心理方面呀 然后还有当然了身体层面的 就很很很很几 很多个方向嘛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知识传递里面 也会把这些杂肉在一起 不是只是情绪两性 两个人亲密关系在一起 不是以啪啪啪为目的 它是一个整个五感的一个营造 把它转化成是两个人的一个互动的游戏 那啪啪啪就兴致就变了 它就会是一个一起成长 一起探索的一个过程 课完了 从心理层面给他们填补的知识 然后从一些练习上 知道自己原来属在一个如此被动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 一般是过过几个月 他们反馈 就是说现在我终于在亲密关系里面知道 该怎么互动 而且不会那么紧张 然后我们呢 就觉得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把正确的知识 健康的知识 和跟心理相关的 生理相关的知识 就是好玩的成绩给大家 把性去除污名化 然后让它更时尚更好玩 我是吴小飘 TWIS索西的唱识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